少府私会网友在宾馆几个小时后就惨遭分尸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网友是嫌弃少府的打扑克技术 天黑了 驴来了 欢迎收看本期的少府私会网友被杀案 时间2012年7月3日 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成龙招待所 又到了晚上老板娘往小燕打扫房间的时间 在她清理楼道时 几滴血迹引起她的注意 本身今天没什么客人 为何楼道还会有血迹呢 在询问丈夫后才得知 原来两分钟前有个男性客人 提着行李箱从这里路过 好奇的老板娘赶紧追了出去进行询问 男子慌张地回答说自己是不小心把手指头弄破 然后骑上摩托车以180马的速度 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显然手指头弄破了的说法让王小燕没有信服 她决定自己打开该房客的房间去看看 当她进入房间后 一股让人作呕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同时房间里还有几个不同大小的旅行带 她走进更前按了一下 改了帽了 您猜怎么着 她变年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她被吓成孙女了 原来袋子里装有一个女性头颅 王小燕赶紧打了电话报警 警方第一时间来到现场 经过前期的检查 这个行李箱不光装有女性头颅 还有两节大腿 同时以失坏的新鲜程度 就可以判定该房间正是凶案的第一现场 而之前外出的旅客带走的行李箱里 可能装着其他失坏 法医判断 死者年龄在30岁左右 死亡时间不超过一天 而且凶手的手法可谓是相当娴熟 现场和失坏都精心处理过 因此现场很多痕迹物证都被破坏了 整个勘察过程中 也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物证 但细心的法医还是在不显眼的地方 提取到一枚代谢指纹 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情人梅的外包装 包装上还印着中山的标签 情人梅是当地女性很喜欢吃的零食 难道这个是受害人带来的 那么是否说明被害女子 有可能来自中山或者途经中山来到这里的呢 根据老板娘的回忆 当天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一位陌生的中年男子来到这里开房 男子大约30多岁 身高不足一米几 前面的头发很少 到了晚上才提着行李箱离开这里 随即民警查询了这家招待所的住宿登记 发现入住该房间的男子名叫佐国平 那么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内 该房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索性该宾馆安装了监控录像 警方从录像中得到了男子大体向往 可怎么也没有看到男子带着女子回房间的画面 难道这个女子是翻窗而尽 在民警百思不得其解释 老板娘说了一句 下午五点之前 当地正在店里抢救 五点之后店员才恢复 监控系统才能正常运行 就这样就解决警方心中的那个疑惑 现在男子的相貌和名字都已经知道了 岂不是很快就能将他捉拿归案呢 警方第一时间对登记的身份信息进行了核查 发现这个佐国平的信息完全是伪造的 这就说明该男子有备而来 其目的就是要逃避警方的侦查 这也就意味着警方的侦查工作必须得另辟袭警 还好在2012年 扇头已经实现了监控全覆盖 只要调取宾馆周边的监控录像 就可以查到男子离开后 以及男子来之前的画面 通过几天的监控筛选 第一段引起民警关注的视频 出现在2012年7月3日3点39分 一名身穿白色衬衣的秃顶男子出现在画面中 此刻他背着包 双手插在裤头里 神情悠然地从镜头前经过 到了3点45分 秃顶男子出现在这段视频中 手里拿着手机不停在与他人打电话 一顿操作后 没多久就有一个穿着红衣连衣裙的女子向他走来 勘测现场的民警对这件红衣裙太熟悉了 直觉告诉他们 监控中的女子很有可能就是受害女子 在简单交流后 两人就向宾馆走去 两分钟后 秃顶男子与红衣女子出现在下一个监控画面中 他们的神情引起了侦察员的主意 红衣女子跟秃顶男不调一致 而且相互之间有交谈或者互动的过程 红衣女子跟秃顶男有说有笑 两人聊得不亦乐乎 通过这几段视频 民警可以知道 红衣女子和秃顶男是相互认识的 可能还具备一定关系 那这个女子到底是谁 那她又到底来自哪里 警方继续以监控录像为核心 扩大范围来寻找红衣女子的活动轨迹 很快 警方就从另外一段监控录像中发现了她的踪迹 此时的她正好坐着摩的 再结合周边监控 警方认为这名红衣女子很可能是在金湖路和户堤路搭上摩托车的 为了尽快查到红衣女子的来源 他们立即找到了那位搭乘红衣女子的摩的司机 据司机回忆 在7月3号当天 她是在汕头市南翔客运站搭载了这位红衣女子 而且在路上交谈中得知 这位女子是来自中山 随后警方又来到了南翔客运站 并调取了当天的监控录像 监控显示 下午3点 这名红衣女子从汽车站走了出来 坐上了这辆载客的摩托车 女子的大概来源知道了 警方迅速将侦查视线转到广东省中山市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他们在长途车站查到了红衣女子的类似信息 马上与其丈夫取得了联系 最后在DNA的比对下 确定了命丧汕头宾馆的女子 正是31岁的陕西籍女子张小艺 经过警方的进一步了解 张小艺和丈夫结婚多年且育有两女 即使丈夫长期在外打工 两人关系也是很融洽 丈夫也是不知道为何张小艺要孤身一人前往汕头 那边也没有他们的朋友和亲人 为了得到更多的信息 警方来到了张小艺生前打工的地方 一家足聊店 并在这里找到了张小艺生前的闺蜜 据她回忆 在7月3号那天张小艺向店里请了假 说要出去散散心 虽说散心 实则外出约会 原来张小艺和丈夫常年分居 感情得不到宣泄的她最近迷上了网聊 在网上还认识一个自称是做建材生意的网友 这次出去正是去和她约会 警方通过调取张小艺的聊天记录发现 张小艺与一个网名叫奋斗的男子聊得很是开心 而且在最近两人感情也是逐渐升温 在聊天记录中发现 奋斗是一个很有钱的商人 而且十分帅气 和之前得到监控画面的男子完全不是一个人 在最后的记录中 警方还发现 在经过奋斗的多番要求下 2012年7月3日 张小艺请了假 坐上了去汕头的汽车 那么网上高富帅与现实秃顶男子 他们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如果不是 秃顶男子又究竟是谁 如今又藏身于何处 2012年7月6日 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三天 在接阳警方的协助下 民警在接阳市某经济开发区的一间出租屋内 成功将网名为奋斗的男子抓获 经查 该男子真名曾祥福 通过指纹比对 案发现场的血指纹和曾祥福的指纹高度相似 在证据面前 曾祥福承认了自己杀害张小艺的事实 可原本要甜蜜约会的二人 为何曾祥福要杀害张小艺呢 皮裤套棉裤 我来说缘故 原来 曾祥福现实生活中好意无劳 好吃懒做 可这样的他还是在网络上被包装成青年裁军 有才有势 同时 曾祥福很会花言巧语 从而很快就骗取张小艺的信任和放心 以至两人见面后 张小艺都没因曾祥福是秃顶男马上离开的 而是高兴地和他来到汕头宾馆打扑克 在经过几十分钟的战斗后 曾祥福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爪牙 他拿出事先准备的水果刀 他要对张小艺进行抢劫 老娘给你现身没几分钟 你就开始抢老娘的钱财 张小艺很是气愤 开始大喊大叫 曾祥福怕他喊叫惊动了其他人 于是立马掐住他的脖子 把他掐死了 然后分尸后装进行礼箱中准备抛尸 经过最后的犯罪现场指认 警方最终找到了装有受害人的尸体的旅行箱 通过对曾祥福的审讯和作案手法的研究 警方觉得此人并不简单 同时在曾祥福住处搜出大量女性医务后 警方觉得此事件还没完全结案 曾祥福的三个同时登录着的秋秋 给警方带来了线索 在观看里面的聊天记录后 他们发现曾祥福明天就有一个要约会的女人 同时还在张小艺之前约会了几十个女性 种种迹象都让警方怀疑她是个作案的高手 或许她的身上还有其他的案件 俗话说 在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猎枪 经过警方的多番审讯后 曾祥福不装了 都交代了 原来她真的在此之前已经实施了十几起案件 每次都是劫才有劫色 但其中也有杀人抛尸的情况 在2012年6月12日 她用同样的手段将女网友凤飞飞抢劫后杀人 随时后抛尸至汕头及潮州各地 2011年12月她顾忌重施 将女网友阿美抢劫杀害 进行分尸后抛尸将中 最后她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 可能知道真相的你感到匪夷所思 其实洁身自爱怎会落得如此下场 当然曾祥福也必定受到法律的严惩